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越打越烈 那这个是全世界非常高度关注 待会要请教严老师 当然我们还是要在选后这一周 严老师观察一下 让我们知道一下严老师怎么去观察台湾的选举 那么因为美国的其中选举 其实也才刚结束没有多久 这跟台湾的其中选举是一样的 那么两边的选举比较起来有什么异同 另外国际媒体又是怎么看台湾这次的选举 怎么观察台湾这次选举 今天要来请教一下严老师 老师怎么看一下美国的其中考跟台湾的其中考 美国的其中考跟台湾其中考最大不同 就是美国的其中考真正叫做其中考 就是在你执政的第二年的最后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 而且因为他是国会的改选 他国会改选 那就是一半国会 就是整个的众议院什么一半就是三分之一的参议院 那所以是真正在这个总统任期的中间 那台湾这个地方选举 有点像有些老师偷懒 其中考已经拖到第三个 比较后面一点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其中考 这个地方选举完 大概只有一年多一点点 就是总统大选了 那如果我们看过去2014年年底的这个习中选举 国民党大败都来不及钟摆效应 2016年又再输了 变成骨牌效应 变成骨牌效应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跟美国就是这个时间距离有差 那当然这一次两边的执政党 其实都就是说都是算是输的还蛮惨 虽然一开头的时候 大家认为说美国的共和党保住了参议院 好像没有太输 那川普总统也这边讲说 参议院可能还增加一席或两席左右 那所以反而不是是一个共和党的胜利 但是如果我们看他的众议院 大概其中选举一般来讲 总统执政党大概输25 26到30席之间是正常 那一开头大家都以为就是差不多这么多 可最后现在看起来 等于是一个一个选区 最后慢慢出来之后 大概共和党输掉35席 所以其实是还蛮多 一开头大家说 这个好像是一个蓝色的大海啸 其实没有 然后说只是一点涟漪 其实也不是涟漪 就是一个波浪 那我觉得这个是当初就是因为他们选举计票 有的有些地方很接近嘛 所以一直有这就是没有做最后的宣布 所以像加州 跟台北一样 他是最后最后慢慢出来 那现在看起来民主党确实在众议院是已经超过 就是一般的平均数 他们开票也开得太久了吧 不是开票久 而是说有一些当然也有些通信投票 然后有些有选票可能有些争议在这个非常的接近 台湾就暴动了 他们非常接近 这一次很多的席次都非常接近 那可能有些要重新计票 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那川普当然他回头看 他认为他的参议院选得不错 从五个红州民主党的这个参议院当中 他拿下了三个 那但是共和党 民主党也从内华达跟亚利桑那两个 过去是算是共和党参议院的时候 他也拿了两个 但民主党多输了一个 就是佛罗里达 这个是五五波德州 民主党现任参议员 最后是非常些微的选票输掉 所以川普认为说 你看佛罗里达我赢了 那佛罗里达是摇摆州 很重要 另外虽然说 民主党增加了七个 这个州长的席次 但是民主党输掉的是佛罗里达 输掉的是欧哈尔 这两个又是很重要的摇摆州 所以你用各自解读的方式 川普认为他在摇摆州胜利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你再回头看 川普如果赢了这两个摇摆州 在上次的选举他确实是赢了 但是他上次最后是靠哪几个州 是靠宾州 是靠密西根州 是靠威斯康辛州 那这三个州上一次投给川普的 这一次本来宾州就是民主党州长 年任成功 密西根跟威斯康辛两个州长 都从共和党转成民主党 那当然台湾最关心威斯康辛 因为我们的郭董在那边有投资 所以就是说新的州长 好像认为说当初给予郭董的条件 太优厚了 优惠 所以要重新检讨 但是无论如何这三个州转了 那可是我个人看还有 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州 一个就是Kansas 这是绝对红州 但是选出了州长是民主党 然后也选出了一位这个我们叫做印第安裔的 这个第一位女性的这个众议员 那这个这个是对在Kansas来讲是一个大的突破 但更重要是爱荷华州 那爱荷华州是摇摆州 虽然州长共和党保住了 小赢了三个百分点 但是他的众议员有四位 本来是三位共和党 一位民主党 选完以后变成三位民主党 一位共和党 猪洋变色 猪洋变色 那为什么这个州重要 这个州是美国算是很重要的农业州 那他的这个玉米跟大豆的这个产量 是美国第一第二的 那然后他的猪也是第一 那虽然这个州不大 但是你看这三个农产品 就是说他们的市场在哪里 在中国 所以中国也被控告说 在北京政府在爱荷华登广告 说希望他们的说认为被介入选举 可是看起来这个州的选民到最后 可能农民真的有考量 也可能是一些这个这个 我们说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住在郊区的他们的反弹 但无论如何 共和党就是输掉了两个州 两个众议员的席次 那这个对未来 我相信就是马上这个美国民主 美国2020总统大选要开打了 那很多的这个总统的 有志于白宫的候选人 大概第一个州举办的就是爱荷华州 所以他们一定会去摸清楚 到底美国选民对川普的这个关税 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 值得我们花比较多一点时间去探讨的 那这是美国的部分 那从川普这一次选完以后 他各自解读的 他认为他是大胜 但是我必须说 我们只要看一个数字 以目前美国的经济表现这么好 他输的 我觉得是输多了 反而觉得是大输 我觉得是大输 因为按照道理来讲 经济那么好 对不对 如果按照克林顿的这个当年1992年说法 说笨蛋问题在经济 那按照道理应该经济还不错的时候 选民会选择共和党吗 可是并没有 所以你觉得川普因为这次选举的结果 可以预见他会做出调整吗 我觉得他这个人是随心所欲 真的是不晓得他在想什么东西 那当然也看民主党选出来的新的众议院多数 未来会不会对他进行很多的调查 听证等等 对他的家人 特别你看包括前一阵子 我们看到在沙吾地这样的一个记者 被这个暗杀之后 那川普的态度非常暧昧 那大家就怀疑说 是不是你的这个女婿 跟女儿这个伊芳卡 他们都在沙吾地有一些经济利益 然后川普自己可能也有 所以让川普政府对于沙吾地 都没有太多的批判 那这些慢慢调查会进行 那再加上美国的特别检察官 穆勒的报告快要出来了 那当中也有一些可能会对川普不利 那如果有这些东西就给了民主党战多数的众议院 有足够的军火 然后就来打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感觉上好像是对于川普 以及他的家人私德方面的 或者是说跨越这个应该有的公司 公司之间的这个界线 这件事情很严重的 变成是一个反川普力量主打的 对包括你看 我们讲伊凡卡 对不对 当时川普攻击希拉蕊克林顿的 这个私人邮件有多严重 这个伊凡卡也是用私人邮件 他们更加公司不分 所以我觉得川普的政府是这样 就是他是一个要打倒建制派 所以他上台之后 很多事情都不按照美国政府的规范在做 那所以反而 虽然他的选民可能支持他 可是说老实话很多是违法 那我觉得这个是 常常我们看到一种革命式的政权 他上台之后觉得民意在他这边 那就要求做一些事情 那长期 就是长期在政府服务的文官 大概都了解到法律的规定是什么 有哪些不能做哪些能做 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川普跟建制派当中的一个对抗 但是就川普私德的部分虽然是被穷追猛打 但是呢就川普的政策上面来讲 譬如说反中这件事情 或跟中国贸易战这件事情 民主党其实也反中 民主党过去 其实比共和党要更反中 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 川普会调整吗 我觉得川普不需要太做太多的调整 但是我认为就是他今天基本盘的选民 如果反映出来 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爱荷华州 这样的一个摇摆州 又是第一个初选 然后又是这么大的农业州 对整个川普的这些关税是最敏感的 然后他输掉了威斯康辛 威斯康辛虽然有一些工业 在Milwaukee这个地方 但是威斯康辛也是很重要的农业州 所以这些你输掉以后 你应该会有一些感受 即使像密西根这样一个工业州 对不对 最主要是钢铁 最主要是汽车 那到底输在原因在哪里 会不会和你这些关税也有关系 那因为我们知道美国 即使在钢铁业也好 在这个汽车等等工业里头 如果全部要靠美国也不太可能 就是有些下游的 有些零件可能都还是要从外国进口 那特别是像汽车的 就是这个以后在出厂之后 所使用的零件 很多都是靠外国在做 那所以这一些会不会冲击到密西根州 这样一个工业州 我觉得这也是川普必须要考虑 就是他如果说都输掉这三个州 即使他今天赢了俄亥俄 即使赢了佛罗里达 他也不可以在选举人票上面占优势 我们知道他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 虽然像加州他输了很多的普选票 总共他输了大概接近300万的普选票 输给希拉蕊 但他在关键州赢了 那就靠选举人票赢的 那假使这些关键州 未来的动向是转向民主党 我觉得就对他非常不利 那川普当然是一个很会精于计算的 所以我认为他如果做出调整 大家也不要认为是这个有太多的意外 毕竟我们如果看2017年 川普是怎么样骂金正恩的 说是小火箭人 什么什么一直骂他 结果2018年就转了 那川普现在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是如此 就是说要继续有这个贸易战 但是他也说过他跟习近平是合得来的 那所以万一在未来的时间当中 做了一些这个政策的转向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意外 所以可以讲说这次的其中好 真的是归咎于川普个人的行事风格 引起的一些反弹吗 我觉得当然就是他这些 对少数族群对女性的这种 谈话的不屑的歧视 绝对有关 那我们看到就是过去 这个拉丁裔的选民 曾经在小布希执政的时候 因为小布希的弟媳 就是这个杰布希的太太是墨西哥人 那杰布希也会讲西班牙语 在佛罗里达帮他哥哥争取到很多的选票 所以小布希时代 我们已经看到拉丁裔有开始转向共和党 那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拉丁裔其实在这个家庭价值上面还蛮保守 是反对多态 天主教的关系 但是他们在这个在美国的生活里头 还是觉得说民主党是比较照顾到少数族群 但是这一次看起来 拉丁裔在欧巴马的时候已经转回来了 然后现在又开始 更多的来投向民主党 那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 那川粉有退烧吗 川粉我觉得会要退烧的 就是第一个的他赢的那些州 其实选民选举人都很少 比较少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我们看最新的一个就是密西西比州 那当时补选 就是补选这个参议员的席次 是由这个先是由这个政府 不是由这个州长所任命的参议员代替 然后现在要来补选 补选 结果现在到现在为止 就是因为在大选当中 两个人得票都没有过半 没有过半 再按照密西西比州要进行第二轮 那所以现在马上就要进行第二轮 可是这个是一个红州 共和党应该稳定领先的 结果没想到共和党的候选人 又把过去南北战争 这个南方的东西又寄出来 然后又讲到 又讲到对这个黑人用那个字 编尸 那这些施行 所以这个会会不会有些新的变数 我们不知道 但是显然就是说 你一个这么红的州 你的参议员 竟然在第一轮当中没有过半 这也是非常少的情况 所以说这次美国的选举 所谓的红州不一定再红了 所谓的南州也不一定再红了 所以你看我们看德州 德州这么红的一个州 他们的那个参议员候选人 民主党的Oruk 只输掉三个百分点 而且还是挑战现任者 这个Ted Cruz 曾经也是总统候选人的克鲁兹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说 哇 这个西南边 我们讲就是所谓的西南 就是从德州开始 一路到亚利桑那 到内华达 新墨西哥 好像也慢慢变得转向民主党 比较多 所以那个现在在台湾选举 是蓝的也不一定蓝的 绿的也不一定绿的 我觉得我们台湾 跟美国有的时候也很像的地方 就是美国如果你回头看100年前 19世纪末期 整个南方 当然那个时候就是民主党 民主党 然后西部也都是民主党 共和党是在东部跟加州 然后100年以后 你再看那个选举人团的地图 完全就是翻过来 倒过来的 那台湾过去也曾经 就是我们看到90年初期的时候 新竹跟桃园 那时候吕秀年 是绿的 台北 台北也是绿的 然后国民党是嘉义 台南县 还是国民党 双北是绿的 然后后来一下又转了 对不对 转成变成国民党是桃树苗 是强项 民党是在南部 这次又转了 反而就是桃园新竹 民党能够持续执政基隆 这个都是很奇怪 就表示说台湾的选民 就是大概不太愿意 接受一个党在某个地方 长期执政 那我觉得台湾到现在为止 大概比较没有变化的 可能就是花莲跟苗栗吧 对 南投 南投也曾经民进党执政过 南投民党执政过 唯一民进党没有执政过的 应该就是那个花莲跟那个那个那个苗栗 苗栗嘛 还有对就这样苗栗 对所以就说这个这个还没变 但是其他大家都开始转转来转去了 所以这个就到底是选民变了还是政党变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在变 都在变 我觉得这个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钟摆转来转去 那表示选民大概都是不希望看到一党独大 那这一次你看总统虽然川普继续 然后参议院共和党继续掌握多数 可是看到的是州党选举 民主党就是过去是33比16 落后共和党一半以上 对不对 现在选完以后变成是27对23 非常接近了 所以民主党势力慢慢上来 然后当然众议院更是如此 特别这一次众议院 我觉得跟台湾有点像 我们这一次大家最爱讲的时候 哇好像女性选都上了 对不对全上了 那美国的也是 就是说美国的女性参政 特别在民主党方面很多 那这一次看到他们的州长 就是回到了历史新高的9位 是女性50位里头有9位 但是参议员呢 虽然没有增加很多 但是至少24个女性也是最高 历史最高 那然后众议院甚至接近100个 那更是历史新高 所以女性参政的这个情况 在台湾在美国都显著的就有提升 而且在台湾是连当首长 那更不要讲我们已经有个女的总统了 对对对 虽然当了不怎么样 但并不代表女的不能当总统 蔡英文不要害我们 对我们有过去有女性的副总统 有女性的总统 然后我们现在大概就缺一个女性的行政院长 对对对 对 市长也有了 总统也有了 当主席也有了 现在缺的大概就是立法院的院长跟行政院长 对这两个 真的院长级的 所以说这一次在台湾呢 我们也出现了 在台湾的选举有出现像韩国瑜这种 就是一个新的明星素 他不是素人 但是就是说一个不是传统政治人物的明星 好像在美国现在是看不出来 未来可能的可以跟川普相抗衡的政治明星 我这一次出来的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共和党的问题是说 民主党的问题是说 他们有很多很优秀的女性参议员 但是一想到女性参议员 又想到说 上一次已经试过一次希拉蕊 输掉了 然后他们也有很优秀的非洲裔的 但一想到说非洲裔上次已经给过欧巴马 好像他那个quota配额用完了 那所以要回到 民主党就觉得要回到白人 找个黑人女性 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们黄种人 然后要回到白人 然后男性 那可是呢 一看台面上最强的两个白人男性 一个是副总统 这个前的拜登 一个是那个老的这个桑德斯 这两个都75岁以上了 所以这个比较麻烦 可是现在我刚刚提到 德州那个参议员的候选人 Oruk 他最近有 本来一看都说他不会选 但是现在有改变心意 他有可能会去选总统 因为虽然他 Opera为什么不选 Opera 黑人女性 搞不好赢 电视卡对电视卡 但是黑人已经试过 女性也试过 所以要负负得正吗 有可能 但是这个Oruk 为什么我说会有希望 就是他不是一个政治素人 他做过民主党在这个Alpaso 这个德州 这个最西边这个城市的众议员 所以即使他没有成为参议员 我们都知道美国选举 大概就是州长跟参议员 机会最大 那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参议员 然后又有一段时间是州长 因为大家都觉得 州长有实际行政经验 那参议员的视野比较广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 那众议员的选区比较小吗 好啦 我还是希望Opera Opera出来 夺美国啊 全世界都很爱看 Opera对川普 收视率一定最高了 一定是最高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郑里文 世界把刀 为大家邀请到政大国关中心的 严正生教授 刚刚讲到了美国跟台湾的其中选举 那国际媒体又是怎么看这次台湾的选举呢 他们比较在乎的重点或感兴趣是在哪 我觉得当然就我们看到 国际媒体大概有三个焦点 第一个就是执政党大败 那对于大概都会报导一下 就是执政党执政了两年 但是没想到输得那么惨 但是更重要报导最多的其实是我们的公投议题 特别是同性恋的议题 还有还不是冬奥证明 第二个才是冬奥证明 第一一定是同性恋的议题 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媒体人 都关心这个 是比较自由派的 那所以他们很关心这个议题 然后认为今天台湾竟然在这个议题上面 就是说台湾亚洲第一个 反反应出来的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报导大概最最重视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我们在台湾都还在看市长选举 他们他们看的是公投的议题 那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刚刚我前面提的民主党 这个民进党输得很惨 第三个就是说到底这一个代表 就是说从美国日本观点来看 是不是代表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开始 新业的开始 那会不会冲击到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或日本跟台湾的关系 大概就这三方面来看 那但是大部分的会认为说 好像美国长期在这个过去台湾 可能是一个亲美的 那现在可能会在这个两个强权当中 取得一个未来可能取得一个 比较平衡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这个是大家关心 就是说蓝营获胜之后 那会不会出现 就是说台湾在两岸关系上面 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未来要不要尊重这样的一个民意 我觉得这个是国际媒体比较重视的部分 那至于像我们台湾 当然有日本有报道 但其他地方没有太多报道 就是有关我们这个选举的这个大乱 程序大乱的问题 那这一次说老实话 我最记得以前的这个立法委员 然后他过去也是教授 我们蛮熟的黄德福 黄德福教授他讲过一句 他台湾民主可能开始的并不是那么早 可是我们的选举绝对是世界最熟悉的 他说我们是选举大国 就是意思说我们从地方选举就很熟 整个程序很会很会做这个选举 然后一般的公务人员参与选务工作 这个都是很熟的 竟然这一次会出现这样问题 那我家那边投票所 一大早八点钟去排 就是要等四十分钟了 那等到我去新竹参加一个朋友的小孩婚礼 吃完喜酒回来四点钟还在排 四点钟还在排 所以你就晓得那我有问了很多 那我那天也问一个年轻人 他说两个老人家在他前一前一后都受不了回家了 所以所以丁手中当然提出来是有点道理 就是说因为这样子这个情况排队 而且是站着排 我想没有几个老人家会向我们去参加 去抢那些重要的演唱会的票 会搬个小凳子 你想到吧 不是大家都没有想 因为你投票投一辈子 你没有想到说要这么久 而且就是说如果你是要那么久 你可以搬个小凳子吧 没有小凳子谁能够站那么久 我们那边李干事还不错 他就准备一些椅子 那些不方便 那个也是要靠到那边的才到 对不对 不可能像我讲的是说 我们过去看到台湾那种粉丝排队 对那不可能 那个都是有备而来 对不对 我们这次老人家 大家都没有 没有有备而来的话 要站那么久真的受不了 受不了了 我有问到很多是超过一两小时的 对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一次 让大家感觉比较失望的 就是说怎么会办选举办成这个样子 就是啊 那可是西方媒体报道的到比较少 他们报道的还是议题方面取向 所以这个大概是西方媒体 对台湾这次选举 台湾做事情很有效率 西方很没效率 不是我们本来以前我最记得那个我刚提黄德福老师 他就在校公元2000年那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那个选票争议 对啊 那这种事情不可能在台湾发生 就是啊太离谱了 而且那种开票开这么慢 对啊 我们过去也认为台湾开票是最有效率的 对啊 我最记得我那个时候2008年 帮新闻局我差不多每一次总统大选都会帮新闻局来招待国际媒体 做一个选举的说明 我们会找几个学者来看这次投票结果怎么样 2008年实在是太开太快了 不到8点钟就结束了 你知道 就是说就是说大事已定 对啊 因为一面倒嘛 但是我那次还有总统选举 对啊 这次不过是地方选举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真的是让大家对选台湾的选务工作 是不是因为换党执政以后 可是过去民进党执政2000年到2008年也没那么糟糕过 也有公投办大选 对也没这么糟糕 可是这一次怎么会这么糟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真的要检讨 因为我们身为选举大国不应该出现这种事 就是啊 而且就是影响了那个民众投票的权 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 因为我认为 当然我也认为有一些新闻是让大家 我们讲说fake news假新闻 会让这次选票慢下来 为什么很多 第一个当然公投那个说明 那个投票方式 就让我想到我在政大要投票的时候 也是你是支持这个案 其实你是反对这件事 对 那这个大家都很紧张 要看清楚文字 对 他把文字搞成非常复杂 对 让你有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有人在这个之前有说 他说公投题目会换 所以你进去还要小心看 所以大家都在花时间看那个题目 那就很久 所以我昨天还遇到一个老师说 他说他们老师记都在传说 以后小朋友作文都要做说 你是否不同意今天晚上不要吃麦当劳 对对对 你要怎么回答 就我们有人听了一个晚上还是说 那我到底是回答要还是不要 还是没搞清楚 所以所以就搞这种 到底要吃还是不要吃呢 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念谁 你知道 我想念那个国民党过去立法 立法院的这个要副本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搞乱不会投票 他在前面告诉你要投yes还是no 对不对 就需要有一个人出来告诉你 以前我们在国大国民大会投票 到底是要这样子就要有个牌子啊 举不举 然后我们就一直笑那个举拿不举牌的男生 你不要一直举着不举吗 就说到底要不要举手吗 因为你搞不清楚 因为那些文字就是夫妇 对因为搞不清楚 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要个挡边 那这次公投就是因为这个 让大家在里头花了好多时间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的中选会有在前面预习过 应该不会出这些问题啊 中选会就是满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就在阻挡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都失去了中选会过去应该有的这种 但是我认为这一次外国媒体 有稍微提到一点没有很多的就是 好像这个公投投完之后 其实才发现是non-binding 就是不一定会兑现的 我们投好玩的 对我们有点投好 那我们在讲说美国期中选局 也有一大堆公投题目 比如说秘书里周 他说我要让大麻合法化 对不起啊 投完结果你就是要让大麻合法化 对啊 他们是有这个法律效率 没有啦台湾也是啦 只是台湾讲是这样讲 没有啊 要看政府要不要做 对但是问题是好像政府不做 你也没办法 还好东奥证明没过 不但好这个是一个 但政府也说他不要做嘛 那另外就说像两个公投 对政府说东奥证明就算过了 大家也不用紧张 因为我们不会去证明 这太好笑了 那假使万一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有五个和同性恋议题 有关的公投 对不对 有些你知道 如果两个都过了怎么办 对我们的学生 我们知道常常有那种学生 很偷懒 全部猜对 对 或者你这样学生很会猜题 最不会猜题 就是每一题都猜不一样的 对对对 因为有四个答案 一二三四嘛 或ABCD 他就全部选A 每一题都要猜一样的 对 你就有25%的几率啊 那这个如果是选对和错的话 就是有50的几率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 假使有人这样做 结果这两个公投都过的话 我们政府该怎么办 也没人知道 所以像我老公就是这一派的 他就是很想看 那个政府会怎么样 他就通通给他投赞成 除了东奥反对之外 对所以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说 是我们这个在整个操作 或者处理公投议题上面 非常大的瑕疵 对 然后所以 只有这次公投可以说 是办得非常的失败 玄务也是办得非常的失败 但是很花钱 对啊 很花钱 而且还多花了很多冤枉 不该花的钱 对 所以中选会应该全部辞职下台 不应该只有主委下台而已 太严重了 而且就像你说的 伤害我们的国欲啊 对因为我们 动摇我们的国本 对我们是选举大国 我们是选举大国啊 哎呀 不过我觉得 我还是还是蛮感人 你看台湾人 还是很多人很有耐心 这样子 这样子排队等 真的我觉得 而且我们的排队 跟我过去到非洲去官选的排队 性质完全不一样 因为非洲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投票完了之后 投票的时候 要把手放在墨水里头 墨水 紫色的墨水 所以你投完以后 你这个指甲全是紫色的 就代表你投过票 不能再投第二次 所以很多非洲人 就想说我要等人家来买票 所以他不愿意早上投票 因为投完以后 他手指上面有紫色 人家不会来买你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呢 大概都等到下午 实在没有人来买票 他们才去投啊 然后一大早啊 就在外面晃啊 就是秀给你看他的手指 还没投过票 就是我的票 随时你可以来买 对对对对 售票出 所以到 然后呢 到最后啊 四五点钟的时候 要关的时候 排队的人又开始骂 所以大家一开头说 哇 非洲人好热心投票 你看到了时间到了 还在排那么多 不是 他们一大早可以投的时候 都不投 不像我们八点钟 很多人不到八点就去排了 对不对 不一样嘛 其实还是证明 早上八点去投是最快的 对 还是最快 但是我的意思说 我们的耐心 不是因为要等被买票 所以这点跟 我觉得跟非洲不太一样 我觉得台湾公民 还是素质很高 好 休息一下再会来 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郑立文 在现场是政大国关中心的 严正生老师 G20 马上要在阿根廷首都 布宜若斯拉利斯上场了 是在11月30号到12月1号 那么在峰会的期间呢 大家比较期待的 有习近平跟川普 这是全球关注的 还有就是川普也会见文在寅啊 也会见普廷 对 因为他们在那个一次大战 在巴黎的时候 没有没有见到 所以 好 那所以说老师 怎么看一下这次的G20 大家都希望习近平跟川普 能够来个大和解 有可能吗 我们如果看 这个G20这种大型的 这种多边的 国家参与的这种论坛 或会议 常常看到的是 这个会议本身 不是完全最重要 而是那个旁边的 那个两个 这个重要国家领导人的 这个叫Site Meeting 在旁边见面的 那好 这一次大家都觉得说 应该对这个世界两大强国 美国跟中国 很久这个两个领导人 发生了这个贸易冲突摩擦 然后进行了贸易战以后 是不是到一个大家可以彼此放下来看一看 就说这场仗打的到底是对 会不会是两败俱伤 那什么时候要停 然后是不是要做一些修正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可是川普的问题在哪里 川普的问题就是说 他对这种贸易的细节问题 不是那么熟悉 对 所以他们 他的幕僚也不太敢给他一个太复杂的一个package 说美国要有什么 太不做功课 不太不做功课嘛 所以要跟这个习近平怎么谈 那我个人的观察最简单 就只要今天Peter Navarro 这位鹰派的 一直是他川普最强硬的 这个贸易政策的一个主导者 那不太可能做和解 那但是我认为 他可能会必须要考虑到 今天美国的贸易会不会最终受到冲击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点点变化 但是还不够 我举个例 就是美国有很多的州 那他们的一些产业 如果说今天有这个 对中国的进口 有征收关税 其实会冲击很大 就是川普的想法比较天真 他认为说 我把美国的产业弄回去 制造业弄回去 可他忘了就说 制造业很多下游的产品 零件都美国已经到时候不做了 所以你要还是要进口 那结果你现在说 进口要增加关税的话 那这些制造业 生产出来的成本就会很高 那结果美国现在的状况 就有点点类似在1980年代 当美国的汽车竞争不过日本的时候 他就要求日本的 这个Toyota也好 Honda也好 到中西部去设厂 然后那个中西部就像威斯康辛 现在对这个郭董一样 给予好多的优惠 那但是美国现在在这个 像譬如南卡 他就是靠什么 他认为说 我的这个过去的州长 Nikki Haley 也是川普的爱将 在刚刚从联合国大使卸任 他就去找他这些最强的政治人物 包括Lindsey Graham在这个 我们讲说在卡瓦诺大法官任命的时候 哇 骂起人来好凶啊 他们现在讲话都川普会听 那川普听了以后呢 就让他们有好多的豁免 你要是有一个州开始有一些产业豁免 大家都要豁免 对不对 大家都要了嘛 所以这个是川普以后面临的问题 特别是有些州 第一个如果说是有重要的政治人物 跟川普关系很好 会拿到豁免 第二个有可能是有些州 他必须 比如说是一个摇摆州 那川普为了赢得他的选票 可能也会做 但是一旦你有豁免 那我觉得你整个的这个关税政策 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事我相信 他必须要做考量 但是你说会不会在明年一月 真正就10%调到25% 我觉得也不会 但是你说不调也不可能 所以很可能就是稍微调少一点 从10%调到15% 而不是25%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有可能 就是让 而且不要忘记 习近平在这个11月初吧 曾经在上海办了一个进口博览会 对 好盛大 说我要进口 不是我不进口 是你们自己不要 而且你看我进口这么多 对我进口这么多 然后我要买东西是你们不卖 对我觉得大陆好好玩 他因应这种问题的方法 就是来个 他们都很喜欢用这种 大规模动员的方法 然后展现给你看 谁说我没有进口 而且没有 我要进口 对而且我要进口 对而且说这就是我的国策 然后我办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拜拜 来告诉你 你看我们全国都在进口 所以这一点就是 也可能也因为这个 说服了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说服到 爱荷华州的这些农民 火大了 这次没有投给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那这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川普的这个 我讲说preparation 他的准备工作 我不认为他今天可以提出一个新的 非常就在这次提出来 但大方向可能会有 但细节他记不住 所以大概没有办法 可能讲来讲去都还是一些场面话 对对我觉得 因为川普都讲场面话 但是我们可以看他们的互动 对不对你想想看他就是跟普丁最好 对他跟普丁是最好 然后上一次大家都觉得说 你川普在芬兰跟他见面的时候 浪的太多了 对 有点有失国格 就是6月还7月的时候 那现在这一次见面 希望能够扳回一层 可是川普好像碰到这种 独裁者 并没有这么强硬 他就很 对 你看他碰到 真正碰到金正恩的时候 还认为说他还是一个还不错的领导人 他真正民主国家的 他就很瞧不起人家 你看他跟马克宏闹得多严重 之前梅克尔 然后跟梅伊 把梅伊讲成这么难不堪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蛮奇怪 那他好像跟习近平也有点惺惺相惜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未来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 让美国在这个贸易政策做转弯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难预测 我过去是比较敢预测政治走向的 但我碰到川普 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次川普还会跟莫迪还有安倍金山 对 做三边的会谈 这个印度洋的 他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 对印太连线 但是川普说老实话 他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说 你今天民主党执政了 在这个众议院多数了 就控制了你的预算 对 那民主党是希望你的预算 能够多用在社会福利 而不是在军事 那川普就要花好多钱在国防经费上 对啊 他喜欢要武扬威 那倒可是问题是 假使你的国会不支持你 那你要来在这个 就是说不仅是经贸议题 在军事上面 你要来围堵中国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获得众议院 民主党的支持 我觉得这是值得怀疑的 民主党当然还是会愿意打贸易战 因为民主党希望把这些来临阶级的工人争取回来 但是民主党也是比较务实 包括像在欧巴马执政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打的主要还是什么 智慧财产权 还是打的是大陆有没有 人民币有没有低估 我怀疑现在大陆人民币有点低估 现在都快到7了就是很低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美元一直涨 美元一直升值 那所以其实对平衡两岸 平衡中美中贸易的逆差没有太大帮助 我们看到前两个月 还是历史新高的这个贸易逆差 所以表示说打了很久 那有人说的是预先判断 先进口大陆货品才会造成这样 可是我认为经过了我们上礼拜 礼拜五的叫做什么 Black Friday 还是就是shopping 感恩节之后的第一个礼物 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完了以后 我相信很多美国人忽然发现 好多圣诞节的礼物 过去从中国制造的都很便宜 现在可能都贵了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切身的感受 这一次 无论是家电或者小朋友的玩具 等等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贵了 而且这一次这个就算G20 我说实在川普这个人 除非他跟你恶言相向 否则的话 他就算跟就算跟习近平拥抱又怎么样 回去之后也不代表什么 对不会代表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太多 而且不要忘记川普事实上 是不并不喜欢参加这种所谓的 他喜欢一对一 他喜欢一对一 所以这个场合 他跟你在旁边谈一谈 当然这个是比较符合他的一些做法 以他为主 以他为主 那但是问题是 就是他到底对贸易的熟悉程度够不够 像上一次我们都看到 他单独去跟金正恩见面 旁边只带翻译 没有在任何幕僚的时候 出来的结果让大家觉得 好像美国被出卖了 所以就不要以为川普很会谈判 因为他实在是不用功 所以他去谈判不见得有 个人谈判 他是相信靠个人的魅力 可以赢得一个好一点的谈判的结果 但是谈判一般来讲还是要准备充足的 而且他就是习惯以大欺小 我觉得 我觉得他毕竟就是一个地产商事 这种开发土地 然后他就是靠自己 就是用一些我们讲说 这个叫什么筹码 来让他能够在一些地方站上 那因为他是世界第一超强 所以他就很好玩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国家 虽然不太敢得罪美国 可是基本上对川普已经是够了 就是生物痛绝 如果你看像法国人这么有文化教养的 看到川普一定觉得说搞不过 怎么会有这样的美国总统 就是秀才遇到兵 你回头去想想 为什么奥巴马在欧洲受到欢迎 因为奥巴马哈佛毕业 然后就说有那种学士 有这些学养 然后很会演讲等等 然后也从来没有讲那么难听的话 你看像台湾的规定 马英九是可以回来选总统的 可是奥巴马也可以 可以吗 可以 美国也是两任 没有啦 他是说不能超过十年 没有 美国是所谓的不能超过十年 是说连续 假使我副总统上任的时候 真的吗 我的总统 我觉得奥巴马选会赢川普 对 我觉得他应该回来 我觉得应该叫奥巴马回来 因为没有欧普拉就知道奥巴马 姓欧的都比较能干大选 因为美国是十年是说 假使副总统继任总统 超过两年 他只能选一任 如果说不到两年 比如总统无法逝世 不能就身体刺杀被刺杀什么 那他只有做一年多的任期 那这个副总统可以选两任 但是他不能 就是说总共合起来不能超过十年 欧巴马或欧普拉 赶快决定一下 谢谢严老师 谢谢 谢谢